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玩 欢迎来到迷路正线 那么今天呢 老兵就昨天做了四个 今天也就做四个吧 因为这两天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新闻可以说 又到了周末 我那也好久没有出去郊游了 然后今天呢 出去郊游玩一玩 转一转 放松放松 那么回来呢 再给大家看看这一天有发生了些什么内容 那么值得说的呢 就是这个中共的这个 第二十次全国联盟代表大会这个谢幕 就闭幕了 明天将召开这个二十届一中全会 那么二十届一中全会呢 将产生新的政治局常委 但是今天呢 通过这个中央委员跟中央候补委员 以及原来的这个政治局委员的这个流令情况 就可以基本上可以分析的出来 哪些是新的常委 那么从目前的角度上来看 有这个四个人是基本上可以确定 一个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他应该是这个政治局常委 那么还有这个流令的 原来我们也说的这个岁数大概才六十三岁的 这个王沪宁 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还是继续分管党 这个党务这一块 所谓党的理论家 那么中央纪委书记呢是 广东省委书记李希 上来接替这个纪委 接替这个赵乐际 当这个纪委书记 因为我今天可以看到 他今天是中纪委当中的这个选举出来了 那么他基本上就是这个接替赵乐际的 那么 那么这个赵乐际 应该是去接汪洋 他也是流任的 应该是这个全国政协主席 那么这四个人呢 已经可以很明确了 那基本上跟我原来分享的那个名单上 几乎没有什么出路 几乎完全正确 那么 李克强是退了 栗战书是退了 汪洋退了 韩正退了 那么 总理的人选 我个人感觉应该还是胡春华 也有可能是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吧 那么也有可能 再两个对调 胡春华当这个国务员副总理 但也是陆政治局常委嘛 那么总理是这个李强 那也可能是 总理是胡春华 副总理是李强 反正就这两个人当中去产生 那么 丁薛强应该是 也会上去 接任这个全国联络常委会委员长 那么等于说新的政治局常委 如果是七个人的话 那么我个人感觉应该明天 是这七个人出来亮相 是这七个人出来亮相 那么 我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就是开会的现场 有一个插曲 就是前任的这个 这个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呢 胡锦涛 在开会 进行十分钟的时候 然后就是起身要离开了 那么这个被外界 BBC啊 都把这个一幕 跟这个张成哲 当年在朝鲜的会场上 被带走 作为一个对比 认为呢 说胡锦涛是不情愿离开现场的 啊 是被这个架走的 啊 那么 我个人感觉 这个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 应该是什么情况呢 是事先 胡锦涛就跟工作联员 说好 那么我先 啊 过去 呃 开会 呃 出席一下 那么差不多十分钟之后 将能过来 来带 带 呃 来带这个胡锦涛 啊 让胡锦涛这个下去休息 因为大家都知道 胡锦涛现在看起来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啊 这个 我看 胡总啊 以这个嘴巴都都这样了 啊 这个就属于是 等于说啊 老太隆中了 啊 然后再加上 这样的一个会啊 连开几天会都往那边一坐 确实 对八十岁的老年来讲 是有点受不了 啊 本身呢 大家要知道 国家主席 啊 国家领导人这个职位 是很累的 那那那基本上 你看他们 他们六七十岁 每天就睡几个小时 啊 不是说什么很很舒服的 什么每天啊 睡到自然醒 啊 基本上都是 啊 这个 每天就睡四五个小时 这样子啊 要很多事情 半夜 就是说睡不好觉的 都有紧急电话过来 啊 要有很多事情 要请示汇报 要指示 内外的突发情况 所以这样的岗位 那不是一般性能 能去担任的 所以说呢 这个 胡总应该是在这个 任内上啊 这个操劳过渡啊 现在呢 他这个 八十岁很正常啊 身体有点不适 很正常 那么啊 这个离离席嘛 对吧 啊 我们看他 站起来都有点困难 所以说我个人 看这个情况 不是什么 这个什么 把他给架出去了 意味着共青团派的 时代终结了 我看那些啊 这个海外的 那些媒体 在那边胡说八道 啊 又在这个地方造谣 然后还跟张成哲 跟对比 这有什么跟张成哲 对比的 我真有点搞不懂 啊 是不是啊 说张成哲也是被这样架出来 被工作人员架出来 啊 所以说这一说 胡行超不是很情愿 这个完完全全是胡说八道 啊 是这个 啊 这个没事找事啊 无稽之谈 那么 呃 这次这个会议啊 我们也看到了 王毅呢 也是这个留着 秦刚呢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也是当选为中央委员 有可能将来的啊 中国的外长应该就是秦刚了 因为秦刚啊 他在这个 他这个美国啊 等于说是 做的其实是不错的 在中美如此糟糕的背景关系之下 他在美国还是出色的啊 搞了这个次国家级外交啊 拉拢了很多美国的学术界 拉拢了很多的美国商界啊 拉拢了很多美国的州长市长啊 等于说 呃 美国的政治圈跟学术圈啊 他都拉拢了不少 这样呢 呃 这些人呢 都是替中国说话啊 给拜登政府呢 施加这个压力啊 比如说联名上书啊 等等等等等等啊 他在美国又 对吧 积极这个参与跟美国的一些农业的一些事物 商业的事物啊 所以我个人认为秦刚大使啊 确实是啊 呃 有两把刷子 那么大家要说美国的这个 中国驻美国的这个啊 外长基本上是所有外长当中级别最高的了 啊 他就是这个副部长级了啊 而且基本上 由 担任过驻美大使 担任这个 外交部长啊 是比较 普遍的一个现象 啊 那么王毅呢 继续是这个 留任啊 这个中央委员 那么个人感觉应该是要接替这个杨洁篪进入到政治局委员里面去了 啊 主管中国的这个外事啊 那么 这个里面呢 原来的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 没有在里面啊 个人感觉应该还是被这个 因为被西方制裁的这个原因啊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继续在这个名单里面 呃 不过 基本上情况就是就是这么个情况了啊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这栗战书委员长退休 李克强啊 退休 然后这个 呃 汪洋退休 韩胜退休 啊 等于说是这么一个局面啊 明天啊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明天的看看就知道了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事情啊 呃 就是 这个 反对台独 录中共的党章啊 反对台独 录中共党章 台湾的陆委会 因阳气 侵犯对抗旧思维 中共二十大 今日进行党章修改 决议将反对台独 写入党章 陆委会呼迁大陆 因阳气 侵犯对抗的旧思维 以和平对等方式 务实化 解分歧 担当 稳定台海局势的应有责任 在习近平的主持之下 大会全体举手表决 通过党章修正案 大会宣扬 草案实体道 全面准确 坚定不宜贯彻 做一个国家两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 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 写入党章 陆委会 今日下午 以书面形式回应 强调 我政府两岸 按政策坚持一致 持续站稳 四个坚持 强化四大任性 捍卫国家主权和民主自由 不退缩 不动摇 陆委会也谦呼中共 新一届执政当局 扬弃侵犯对抗的旧思路 以和平对等方式 务实化解分歧 担当稳定台湾局势的应有责任 所以说他们也是 很关心这件事情 个人感觉 他们也是比较担忧的 因为等于说 这个信号不太好了 这个信号不太友好 这个信号就代表 对台湾呢 是采取这个强制性的 这个措施 写入这个党章里面去了 反对台独 对吧 反对台独 那这样的话 就是有依据了呀 但就是有依据了 那接下来的话 台海这边 那就是武统 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认为 这是一个好事情 这是一个好事情 所以说呢 今天这一集呢 就简单的 讲一讲这几件事情 第一个呢是 新的这个政治局 常委 个人感觉应该是 这个习近平 已经是连任了 习近平 接下来应该是胡春华 然后是丁薛祥 赵乐际 王沪宁 然后是李希 然后是这个李强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这样的一个顺位下来 那么胡锦涛中途被离席呢 个人感觉应该是身体原因 然后这个提前打到招呼了 是这样一个情况 谢谢各位支持 儿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